大家都很關心究竟打不打得整風 天文台在下午發出了1號戒備訊號 晚上10點 強台風涼雨集結在香港東南大約520公里 越來越會向北移動 逐漸靠近華南沿岸 天文台預計今晚可能會提早改發 3號強風訊號 王慧如說說 涼雨逼近本港多處地方 晚上的風勢逐漸增強 在尖沙咀海旁已經可以隱約感覺到涼雨的威力 晚上8點多 大坑道近瑞士花園 一棵大樹被強風吹斷 上山方向行車線一度要封閉 天文台說涼雨的路徑難以預測 會考慮提早在晚間發出3號強風訊號 過去的幾個小時 強颱風涼雨是以北的東北桂後風 是有增強的 在桂後風增強 再加上涼雨是向北移動 兩個共同影響之下 天文台有可能需要提早在晚間 考慮發出13號強風訊號 天文台會密切監察著最新情況 根據最新的數據 涼雨的中心風力每小時175公里 有可能會再增強成為超強颱風 天文台預測 香港未來幾天都會有狂風大雨 市民要留意著最新的風暴消息 以及做足防風措施 亞洲電視記者黃華瑜報導 究竟超強颱風究竟有多厲害呢 不少人一定都還記得 62年溫代集港的情況 溫代當時就是達到超強颱風的級數 今次涼雨更加被認為 形容是世紀的超級颱風 如果真正正面吹襲香港 它的威力和破壞力究竟會如何呢 由張傑威說一下 涼雨殺到 這一股可能是有史以來 直接吹襲香港最強的風暴 威力究竟有多大呢 先從風力來看看 香港颱風可以分為三級 每小時中心持續風力達到118公里 就是颱風 再強一點就是達到150公里 是強颱風 超過185公里 就是超強颱風 涼雨剛剛橫掃菲律賓的時候 超過220公里 威力可想而知 破壞力又會是怎樣呢 60年代以來 香港經歷過四股超強颱風 1962年的溫代 連漲一輩的香港人都記憶猶新 當時造成183人死亡 百多人失蹤 7萬多人無家可貴 1979年的河輩 就曾將一手過萬噸的貨輪 吹到撞向天星碼頭 最後擱淺 按風力來計 涼雨可能比他們更加強 不過有專家就說 當年溫代和河輩 是穿過台灣和菲律賓中間的海峽 吹向香港 而涼雨就是先吹向菲律賓 再吹向香港 而這個移動路線 可能令涼雨的殺傷力 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很強的風打來香港的時候 一般他們都是沒有經過菲律賓的 他們就在台灣和菲律賓中間的海峽 穿過一路進來 變成他們就沒有受到菲律賓的山勢 地形的影響 他又說香港現時受一股東北季後風影響 加上移動的速度緩慢 最後風力和威力是怎樣 仍然難以估計 專家就說其實每一次打風的時候 海水都會漲高一至兩米 但是至於會不會出現特大漲潮 就要好視乎颱風登陸的時候 是不是跟漲潮最高點差不多時間 其實只要前後相差幾個小時 海水都未必會漲高五六米那麼多 未必會出現特大漲潮 亞洲電視記者張傑威不斷